小朋友如果读公佑 寒暑假要到校 家长每个月要支付 九千到一万一千元左右的费用 曾经有教育团体统计 连同寒暑假课后班 读公佑比读准公佑 或是非盈利幼儿园还要贵 教育部长他们中透露 未来将严理用定额的方式 来补助公佑家长 预计明年二月实施 超过13万名血童受贿 但消息一出 家长也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如果要补助的话 是不是连自己在家托育的家长 也要一併补助 小朋友开心迎暑假 但双新家庭却还是要为 托育问题伤透脑筋 只能是妈妈不上班 然后陪小孩 非盈利他就没有暑假 所以哥哥就很可以放心地 去上课 他寒暑假有另外的活动 你要费用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带回家 非盈利幼儿园和准公佑 没有寒暑假 如果扣掉政府补助 非盈利幼儿园家长 每个月需要支出 大约2000元月费 准公共幼儿园一个月3000元 公共幼儿园虽然比较便宜 但寒暑假无法托育 不少家长把孩子送去课后班 如果是三到五岁全日班 学费一个月大约1.1万 金额也不小 教育部现在研理将以定额的方式 针对公佑学生补助 预计明年二月上路 预估有超过13万名学生受贿 经费粗估10亿元 如果有需要的话 给予补助我是还蛮支持的 我倒觉得不如鼓励那些 自己带小孩的父母 给现金给到父母身上 会比这样子间接的补助来说 对父母来说更有感觉 让读公佑的孩子也得到照顾 再增加这笔费用 我们不反对 但是要每个孩子都给 定额补助多少 教育部细则还没出炉 光是补助公佑这个方向 家长和业者就已经有不同意见 谢谢台北综合报导